今天是弟弟的生日 看 这些都是我给他准备的生日礼物 他不仅可以用于学习 教弟弟的学习成绩 还可以变成其他的玩具呢 我现在就展示一个给你们看看吧 看我把这个一变成什么 先这样 然后这样 然后这样 哈哈 厉害吧 变成了一个坦克车 是不是很神奇啊 姐姐姐姐 你在干什么呀 弟弟 这是姐姐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啊 姐姐 怎么都是数字呀 弟弟 这可不是碰的数字哦 他还可以变成其他的玩具 你看 姐姐的数字一变成了坦克 那我们来看看数字二可以变成什么吧 先把它这样 然后这样 然后再这样 看 变成了一个飞机 是不是很厉害呀 那姐姐姐姐 我可以来玩吗 当然可以啦 这是姐姐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呀 这些都是你的 嗯 那我来看看数字三变成什么吧 嗯 应该是这样吧 哦 这样 然后这样 哇 对了 马上就把它变成过了 哇 原来是个游艇呀 姐姐 你送我的生日礼物真是太棒了 姐姐 谢谢你送我的礼物 我太喜欢了 不客气啊 弟弟 你喜欢就好啊 小朋友们 过生日的时候 你们有收到什么礼物呀 赶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罗布奥特曼 听说你打篮球很厉害 我这里正好一个投篮玩具 如果你能连续投进三个球 我就把我这些好吃的零食都送给你 而且我会经常做好事帮助小朋友们 真的吗 小怪兽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可是投篮高手哦 你以为就这么简单吗 我呀 要把你的眼睛蒙上 如果蒙着你的眼睛 也能连续进三个球 我就会答应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事 那我现在就蒙上你的眼睛了 啊 我这啥也看不见了 小怪兽 这 这不对吧 哈哈 罗布奥特曼 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不行 为了小朋友们 我是不会认输的 小朋友们 听说你们手里的小红星可厉害了 只要你们送我足够的小红星 我呀 就又能看见了 诶 我好像看见男球框在哪了 谢谢小朋友们的小红星 看我的 嘿 咚 进球了 再投一个 咚 哇 又进了 现在再投最后一个吧 嘿 咚 哇 我又进了 小朋友们 谢谢你们的帮忙 这下 小怪兽就会把他的零食都给我了 而且他也会做很多好事帮助小朋友们的 啊 这 这怎么可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哎呀 我这身上好痒痒 有没有人来帮助我呀 我身上肯定有很多的虫子 哎呀 好痒痒 好痒痒 哎 卓木鸟 你怎么了呀 白雪白雪 我身上好痒痒 我身上是不是有很多的虫子呀 啊 是呀 是呀 真的有很多耶 那白雪公主 能不能帮我把这些虫子给弄下来呢 这样我身上就不会痒了 没问题的卓木鸟 我呢 就帮你把这一个个虫子呀 都给弄下来 这样你就不会痒了 好好好 我呢 马上给你弄下来 哇 虫子可真多呢 别着急 我马上给你弄下来 哇 虫子是五颜六色的 好了 卓木鸟 我现在已经把你身上的虫子给清理干净了 你看看 你身上还痒不痒呀 哎 不痒了 谢谢你白雪公主 没事的 白雪公主 为了感谢你 我呢 把这些糖果送给你 哎呀 没事 卓木鸟 这些糖果 你还是自己收着吧 哎呀 白雪姐姐 我告诉你 最近啊 我在换牙齿 不能吃那么多糖 还不如送给你呢 嗯 好吧 好吧 谢谢你了 卓木鸟 没事没事 听不听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卓木鸟送给我糖果 你们喜不喜欢呢 要是喜欢的话 就点点小朋友先告诉我吧 孩子们 快过来 爸爸给你们买了些好吃的棒棒糖回来 爸爸 我们来了 快赞好吧 爸爸给你们发好吃的棒棒糖 这个呀给乔治 这个呀给佩奇 哇 爸爸 谢谢你 我最爱吃的就是棒棒糖了 我现在就把它吃了吧 喵喵喵喵喵 嗯 可真好吃 哎呀 我一口气全吃完了 嗯 我还想吃 我还想吃 乔治 乔治 别哭了 爸爸 这还有一个 爸爸把这个给你吧 嘿嘿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又有棒棒糖可以吃了 猪爸爸 你不能这样做 乔治自己把自己的棒棒糖吃完了 没有了就是没有 而且你给他们一人一个 这样很公平 你不能因为他哭 就再给他一个 如果他下次没有了东西 也会像我们要的 以后他就不会努力 总是伸手向别人要东西 哎呀 猪妈妈 乔治还小 我们就让让他嘛 再说了 乔治哭得那么伤心 如果我不给他一个 他会哭得更厉害的 猪爸爸 他小的时候让他受点委屈 没有错 等他长大了 就自然会明白这些道理了 而且以后也不会吃亏 再说了 他本来也没有吃亏呀 小剧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说的对不对呀 如果对就发送小红星吧 哎呀 把这样子给打跑了 我要放下我的子弹 休息休息咯 还有我呢 还有我呢 我也要放下我的子弹 好好休息休息 等等我 等等我 还有我呢 你看 我也放下我的子弹 要休息休息咯 哎呀 你们三个 怎么都不等着我呀 我也要休息呀 哎呀 这不是等着你们吗 咱们要休息吧 太好了 休息休息咯 哎呀哎呀 紧急情况 紧急情况 别睡了 咱们四名又来僵尸了 赶快准备 就在打僵尸去咯 快走快走 有僵尸来了 我要拿上我的武器 去打僵尸咯 还有我 还有我 我要拿上我的武器 去打僵尸咯 还有我 还有我 我也拿着武器 去打僵尸咯 我要拿上我的武器 哎 我的武器呢 我的武器怎么不见了呀 哎 谁看见我的武器了呢 咋没了呢 哎 能让到这 你又没看见我的武器呢 武器 我没看见过呀 我这不是刚刚才入怪嘛 嗯 那我武器去哪了呢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就点击小红星告诉我吧 孩子们 妈妈回来了 哎呦 这怎么回事呀 佩奇乔治 你们两个快出来 怎么了 妈妈 我就是出去一会儿 家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呀 谁能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呀 嘿嘿 妈妈你别生气 我们这就收拾 这就收拾了 赶紧收拾干净 不然晚上妈妈就不带你们出去 吃大餐咯 好的 妈妈你就放心吧 妈妈 这些都是我收拾的 你是不是应该 要奖励我呀 啊 真的是这样吗 那我来问问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 如果是乔治一个人收拾的 你们就发送数字888告诉我 如果不是 你们就发送小红星告诉我吧 佩奇 乔治 你们两个在家乖乖的 爸爸和妈妈出去 给你们买点好吃的回来 好的 好的 爸爸妈妈 看看佩奇 你要照顾好弟弟哦 好的 妈妈 你就放心吧 啊 猪妈妈 你看 有怪兽怎么办呀 哈哈 猪爸爸 猪妈妈 看我的黑暗魔法 叮 哈哈 现在你们都被我用 黑暗魔法封印起来了 你们就乖乖跟我走吧 救命呀 救命呀 快来人救救我们呀 猪爸爸 猪妈妈 你们就不要再叫了 想要解除我的魔法 除非有99颗小红星 否则 谁来了也救不了你们 猪爸爸 猪妈妈 你们不用担心 我来救你们 怪兽快解除他们的魔法 不然我饶不了你 哼 我才不怕你呢 那就让你试试 我们奥特曼光波的厉害吧 奥特曼光波发射 哎呀 奥特曼怎么这么厉害 我还是赶快跑吧 猪爸爸 猪妈妈 别着急 我现在用我的奥特曼光波来救你们 奥特曼光波发射 哎 怎么没有用呀 奥特曼 我们听怪兽说 需要99颗小红星 才能解除他们的非爱魔法 可是我只有一颗小红星 这个怎么办呀 有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射小红星 救救猪爸爸和猪妈妈呀 拜托你们了 哥罗布哥哥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呀 当然可以啦 佩奇 我有事要出去 你能不能帮我照看一下 我的这些糖果呀 好的 没问题 这些糖果就交给我吧 好好好 谢谢你 奥特曼哥哥 那我就走了 我最喜欢吃的金币巧克力了 你能不能帮我照看一下呀 好的 乔治 没问题 你就放在这里吧 谢谢你 奥特曼哥哥 哎呀 肚子好饿呀 哇 这里有好多好吃的 大哥大哥 好吃的怎么能少了我呀 兄弟 快来呀 哇 你这么多好吃的 乖兽 你们也不看看是谁在这里守着 哼 就你们两个奥特曼 我们三个人才不怕呢 你们不怕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我们奥特曼光波的厉害吧 看我的奥特曼光波发射 哟 啊 杰克奥特曼的光波也太厉害了吧 看我的奥特曼光波发射 哟 别打了 别打了 我们认输 我们再也不敢了 你们实在太厉害了 奥特曼哥哥 你们太厉害了 谢谢你们帮我们照看这些好吃的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物心 帮我们谢谢奥特曼哥哥呀 这是爸爸给我们买的蛋糕 可好吃啊 弟弟弟弟快来吃蛋糕了 哥哥哥哥 我来了 哇 有我最爱吃的苹果味的蛋糕 我要吃 我要吃 停停停 弟弟 你吃东西之前洗过手了吗 哥哥 我还没洗手 弟弟 爸爸不是要教过我们 要做一个讲卫生的小朋友吗 那弟弟 你先去把手洗洗过来吃吧 那好吧 我现在去洗手 哥哥哥哥 你不要吃光了 要给我留一泡哦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哥哥 我洗完了 哎 哥哥 蛋糕呢 蛋糕呀 都被我吃光了 哥哥 蛋糕都被你吃光了 那我吃什么呀 弟弟弟弟 别哭别哭 哥哥逗你玩嘛 你看 蛋糕都在这儿嘛 你快吃吧 那我要吃哦 这个蛋糕可真好吃 那肯定啦 这是爸爸从外地给我们带回来的 肯定好吃呀 对了 小朋友们 你们一定要做一个爱干净的好孩子哦 吃东西之前一定要洗手 这样细菌就不会长上我们了 记住了吗 如果记住的话就发送小红星 告诉我吧 奥特曼哥哥 奥特曼哥哥 我来找你玩了 你快看 我给你们带来了好吃的棒棒糖 你们快过来吧 我们一起分享啊 乔治乔治 太罗哥哥来了 啊 你是谁呀 你是太罗哥哥吗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了 我是萝卜哥哥 啊 你是萝卜哥哥 你不是怪兽吗 你怎么会是萝卜哥哥呀 乔治乔治 我来了 我是布鲁哥哥 啊 你是布鲁哥哥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呀 嗯 嗯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奥特曼哥哥们怎么都变成怪兽模样了 这到底怎么了 曹治 曹治 你不要哭 我们中了怪兽的黑魔法 所以我们才变成怪兽的模样 那 我怎样才能救你们呀 我们听怪兽说 需要99颗小红星才能解除黑魔法 让我们变成原来的样子 可是我们有小红星 这可怎么办呀 你可以请手机前的小朋友们帮忙呀 他们手里不是有很多小红星吗 对啊 对啊 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星救救奥特曼哥哥们呀 拜托你们了